连续的手机手袁帅 没能形成机会 菲尔德队靠自己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了 停球了 让袁帅来一个三分球 确实他的节奏点 一直在寻觅这种机会 又是一个大幅度的欧洲步 这个就是山一队比较忌惮的 就是当琼斯冲起来的时候 篮下是长林 他的这个护框还是有提升空间 呦 袁帅开了 袁帅 这都是接球之后不做丝毫调整 直接就是三分球 直接刷就进了 好球 袁帅的两个三分球 也是打停了吉林 给出来 菲尔德再给回去 袁帅又空了 哎呦 第三个三分 这一节吧 都是在这一节 这球菲尔德反应很快 这三分也不碎 对 其实 这就是高质量的no call 是吧 对 没错 没错 这个就是 你要是吹了 这边空给三分没了 这个进攻就没了 对 这就是像我们之前 那时候杨凡库老师讲的 菲尔德给过来 长林 第一件也正想投 其实这球啊 真没有必要去包夹袁帅 袁帅中拒敌 你这个心率就上来了 你心率上来进攻的时候 你投三分肯定是有影响的 袁帅哦呦呦 就个人本场比赛第四个三分 是两个射手之间的对决啊 小江黄元帅到位了 但元帅还是投进了 按现在的尺度 刚才这个球是不会吹的 因为山西队每个人的手的动作 交代得很清楚 都是直干的一个对抗 原帅第六个三分 三分六中六啊 今年CBA开始以来 一个元帅 一个北控的张帆 那个三分球真是有谱 结束的时候 崔基敏最后第一脚是那个投篮 他就是 已经没事防了 但是他还在调整 对 微调一下 这边元帅又来了 哦呦呦 第七个 七中七啊 三分球 嗯 长林是歇中间这四五分钟 寒美鱼是歇前面这半截 哎呦 元帅 第八个三分 八中八的三分球 这就是山西的一大危险 你看菲尔德打了这么长时间 稍微有点累了 换上威姆斯 也能把这个节奏带起来 结果他刚才 威姆斯 他45度准备要突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个球 这么短就弹出去了 崩的比较远 但是这边威姆斯的强断 元帅怎么移动 还是要三分 哎呦 第九个三分球 抗框可以 反击来了 元帅 哎呦 第一个两分 都是忠诚的一个点 没错 外线三分 终于是进了 这球太少时期了 被人家连抢三个进攻篮板 桑林今天是13分9篮板 九入攻 外线 给了这边元帅半步的距离 十一中十的三分球 张婷转外线没有投 好 再转一下 这是 哎呦 元帅的第十一个三分 今天三分球是十二中十一 应该不知道 我觉得助攻这个数 只用赛号才能知道 因为他不在板上写的吗 长林 元帅要进啊 三双达成了 长林今天拿到了自己职业成牙的第一个三双 十三分十二篮板十助攻 恭喜长林 当然了 我们也要恭喜山一队